哇 这火锅也太香了吧 喂 老板 你把筷子收了 我们还怎么吃火锅啊 哼 进了我的店就要守我的规矩 我说杀肉吃才能动筷子 哼 我看你就是欺负他是个劳改蛋 不好了 不好了 这僵尸怎么晕倒了 他就是疏中毒了 你还是不是人 给火锅里下毒 连僵尸都送走了 怎么又是他 你认识他 唉 你们以为我服务态度不好 客人吃饭却把餐具收起来 其实我这是怕了呀 对啊 我这可是君子火锅 没熟吃下去 轻则出现幻觉 重则直接躺板板了呀 你们看到 这个月已经在我这种了七次毒了呀 所以你把餐具收起来 原来是怕客人吃了没熟的君子 我明白了 这个僵尸是故意来店里碰瓷而额钱的 唉 怪就怪在这里 虽然他中了七次毒 但是却从来没让我赔钱 就总是嘴里胡言乱语的 呀呀 你来了 快让爸爸抱抱你呀 看吧 又开始了 他每次中了毒都念叨着 女儿 回来吧什么的 嗨 我看他本来就是个疯子吧 正常人谁会反复吃毒蘑菇啊 别管这个疯子了 咱们的君子火锅马上就能吃了 爸爸 爸爸 我最爱你了 鸭鸭 别离开爸爸 没关系 吃了君子 爸爸就能永远和鸭鸭在一起了 好 别怪我啊 好伤害我啊 好伤害我啊